大家好,川普在15日接受媒体采访 回避当选后是否会派兵保护台湾 他说自己和中国关系很好 所以他要当选的话,中国大陆就不会发动武统 特朗普今年几次提及台湾 态度一致,不满台湾抢走美国芯片生意 觉得民进党当局应该给美国交更多的保护费 并对出兵保卫台湾一事态度冷淡 甚至觉得美国就不应该保护抢走所有芯片生意的小党 那这样的表态呢,要把台湾当作筹码与大陆交易 非常明确 也就是说准备要把台湾当一个筹码,卖个好价钱 按照今天美国国内的一些舆论风向 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 现在不会同意 川普将台湾放在台面上交易 至少会在台湾问题上保持一种强硬态度 为美国换取利益 但是美国私下来说会不会交易台湾 没有人知道 而且现在不光是台湾 连韩国川普都要交易 川普15日采访 长期与韩国是盟友关系 是提款机 如果他入主白宫 将要求韩国每年为驻韩美军支付100亿美元 这个消息引起韩国的舆论的震惊 他在15日接受彭博新闻的采访 说如果现在我在任 韩国将支付我们每年100亿美元 你知道吗 他们将高兴这么做 韩国是一个提款机 不过两周前 美国与韩国 成为5年 驻韩美军经费分担新协议 该协议 2026年 韩国将提高该费用至11.3亿美元 那么现在增长的每年是8.3%的增长 川普一下子要提高9倍 达到100亿 川普表示 他在任时要求韩国每年支付50亿美元的分担经费 但韩国表示为难 因此他先让韩国支付约20亿美元 第二年再提高至50亿美元 21年上台的拜登政府推翻了所有的协议 他说我们在朝鲜战争中拯救了韩国 在此后几十年里保护了韩国 但我们对此没有收任何费用 现在是时候停止这种行为 韩国原计划支付几十亿美元 但此后拜登推翻了此事 韩国一分钱都没有出 7月份川普表示台湾抢走了我们百顺百的晶片工作 他们应该支付我们防御费用 那现在美国的媒体也对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军演进行了分析 纽约时报说解放军的对台军演传达其他讯息 纽约时报昨天表示 中国除了训练部队封锁台岛席跳能力 测试台湾防卫能力之外 中国目前经济下滑 与美国总统选举期间都要传达其他信息 纽约时报的报道 前蔡英文执政八年期间 解放军两次举行类似规模的运演 中国认为赖清德几次演说内容较偏向分离 五个月内再次进行环导军演以作回应 华盛顿智库战略纪国研究中心 中国实力计划研究员指出 在赖清德任内北京把海警参与大规模对台军事行动常态化 清楚表明如果中国认为台湾有挑衅行为 就会以此回应 中国大型军演提高了全球军事最高竞争地区之一的风险 那么双方军队若出现意外 都会引发政治危机 无法从恶意螺旋中抽身 恐引发战争 那么解放军不断训练三军联合作战协调能力 数十年来美军持续透过战争进战力 解放军除了45年前曾短暂越南冲突 未有实战经验 那外交协会 关系协会的研究员赛克斯就表示 中国持续在严峻地区施压 这些行为更将逼近台湾海峡 起飞的解放军军机距离更远 台湾东部海域也有部署 那么解放军整体能力已经提升 纽约时报指 北京试图将台湾内海化 台湾海峡内海化 封锁围堵 视为国内事务 中国海警在其中扮演执行角色 如果发生战争 一般认为敌对国海军 军舰会避免攻击海警 因为这会落入中方的舆论 是外国军队升高了局势 你不能打我的海警 我没有出动军队 我出动的是执法 执法舰 但是这样的话 实际上 你美国就是承担起 是台海冲突升级的责任 此外解放军围台军演 台湾外资会大规模撤离 就是我不断的收紧 对台湾的这种围堵 那么台湾的外资会感觉到 在台湾越来越不安全 所以会撤资 中国近期房地产危机 正努力吸引外国投资 以稳定下行经济 对台军演也增加了 美国总统期间的中国话题 学者指出 北京试图避免争议 下届美国政府 可能会因此减缓抗中的态持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印太计划主任格莱怡认为 此刻中国相当谨慎 对台军演向外界传达 台湾对于中国当家在位 仍是极度敏感 重要与核心事物的讯息 美国与菲律宾在中国 对台军演隔日 与南海进行年度军事演习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英国 与法国部队参与 每日10月底也将举行联合演习 过问学者认为 解放军的行动同时是为了回应 美国与盟友的动作 中国国家主义 李欣平在军演隔天宣布前往激进台湾的福建东山县视察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也高度也重新强调不会放弃对台动物 另外台湾方面昨天表示 中国的九二共识是一中 台湾方面认为 若接受 则中华民国不存在 海基会的秘书长罗文嘉接受采访 这九二共识不存在 不能拿来作为两岸交流的基础 如果国民党 共产党的九二共识 都是一个中国 当然不是台湾人共识 若接受九二共识 就不会有中华民国存在 那我呢 最后谈一下我的看法 现在在台湾问题上 让你可以看到 现在中国和美国正处于一种 非常微妙的这种博弈中 因为还包括俄罗斯 它和美国在欧洲 现在很有可能有一个新的动作 也就是说朝鲜和俄罗斯结盟 那美国呢 现在整体的战略呢 是不能让中俄结盟 那中俄在和美国博弈中 就可以进行操作 那么现在来看台湾呢 过去成为美国 遏制中国的一个工具 现在反过来 中国在和美国博弈中 中国也在积极地打台湾这张牌 记住啊 台湾呢 不光你美国可以 进行影响 台湾海峡的对岸 对台军演 也是我中国一张强大的牌 因为我封锁台湾 你又不能 在台湾上 说软话 因为一旦啊 像川普一样 喊着我不保护台湾 那么整个美国的 没有体系就崩溃了 因为美国过去 每天都喊要保护台湾 佩洛西天天往台湾啊 问题上加码 那么如果突然发现 你在交易台湾 国际媒体怎么看你 盟友体系怎么看你 那你这盟友体系 就没有信任 所以呢 你就必须保护台湾 你记住 你必须做的事 就是我中国的筹码 所以有时候 你看国际地缘政治 就是这样啊 美国也知道 中国就必须出兵 武统台湾 统一台湾 那这就是美国的筹码 你必须要做的事 我对你产生影响啊 你包括我搞一些台独啊 搞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让他天天在这儿讲啊 包括像这个海基会啊 不成是九二共识 那我就碰你的底线 你必须回应 因为你不回应 你的底线被碰出来 那这就是双方的交啊 这种交易或者叫双方的对决 那你美国现在呢 你必须保护台湾 你必须保护台湾 也是中国可以打的牌 一定要看懂这里边的逻辑 那中国现在在台海 我在军事演习 我用武统 来破坏你 对台湾的控制 来破坏你在国际舆论 包括地缘政治上的假象 你到底保不保护台湾 那你如果保护台湾 我跟中我跟俄罗斯 我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结盟 就会破坏你整体的美国的战略 看到了吧 所以现在啊 在台湾体上 美国其实是相对来说 更被动 因为他和俄罗斯的竞争 和中国的竞争 是一个长期化的 那么在台湾体上呢 他现在就不想提前打台湾这张牌了 因为他不能让中俄结盟 一旦这个方向发生冲突 那么中俄结盟 美国就时去又时了 他现在最不想看到的 就是中俄结盟 再加上朝鲜 现在和俄罗斯也结盟了 其实美国整个盟友体系 都在高度紧张 没有聚焦在台海 那我这个时候武统 或者我这个时候居演 你美国反而被我中国难言了 在很多问题上谈的时候 你美国 你等等 你等等 我跟你谈 你要什么 我答应你 你先不要在台湾方向用力 听懂了吧 你说美国现在还没想打出台湾牌 因为他现在要对付俄罗斯 那这个时候 台湾反而成为中国的筹码 还有一点 中俄之间在台湾体上 一定是有相关的异常 比如说有计划 每次中国对台军演之前 俄罗斯高官都抵达北京 这次是国防部长 这次是国防部长来了 上一次是普京访华 那么俄罗斯2022年2月24号 武力进攻乌克兰之前 普京抵达了北京 你看俄罗斯有大动作之前 高官也访问北京 同样中国有大动作的时候 俄罗斯高官也到了北京 所以这一点上 美国是非常紧张的 因为整个欧亚大陆 记住 还有欧洲 美国最重要的盟友 欧洲也受中俄的影响 昨天说了 现在朝鲜已准备出兵了 欧洲了 对这个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而台湾不会像过去那样 台湾现在是中国极力 中国要收复 而且中国也在打台湾人牌 和美国谈判也是一个筹码 我希望台湾人也理解我今天讲的 就是你美国过去把台湾当成一个筹码 现在变了 因为有俄罗斯这个变量 台湾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筹码 我要收回的话 这个时间 还有收回台湾这个方法 你美国和我之间很多问题也要谈 也就是我说过 台湾不光是美国的筹码 现在也变成中国崛起的一个筹码 台湾问题 美国处理不好 收回的时间提前 收回的方式 变化 那么美国 它整体的战略也会受到影响 你看这种大国的博弈 像中国 俄罗斯 还有美国之间博弈 都在发生互动 我希望台湾人也理解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 就中国的崛起 有这个台湾问题 有台湾保驾护航 美国现在时刻 很多问题上也必须向中国妥协 也美国头都大了 美国很多问题要解决 连朝鲜 金针 和俄罗斯 结盟 美国现在都很难应对 还有盟友体系 川普上来以后 那问题更多 跟盟友要打贸易战 要要钱 交易台湾 跟欧洲要翻脸 打贸易战 那美国怎么样控制 自己的盟友体系呢 所以可以看到 台湾问题 未来会成为美国 我觉得会成为它的负资产 中国现在做的 就是让台湾成为 美国的负资产